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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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話語之前我們先有一個討告 各位主!謝謝你 讓我們今天可以一同聚集 我們一同去看你的話語 求主你與我們同在 保守帶領我們這個群體 讓我們聽到時也有一份留心 並且我們 真是敏感主,你跟我們每一個人所說的話 我們聽道行道,求你帶領我們整個群體 我們都是盡心盡聖在你的話語中受你的餵養 求你與我們同在,帶領我們 我們感恩祈禱,奉耶穌基督,得聖之名祷告 Amen 吾經吾國,我們這個以財富為主題的講道 已經到了第四次了 如果有留意我們粵語講道的逼步版 我們就知道今天的講道會是最後一次 我們用舊約的經文去思想這個主題 然後未來四次我們就會進入新約的世界 這個其實是一個看聖經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就在生活上某些情況 例如我們這次講的就是基督徒如何處理和對待我們的金錢 我們要比較全面和整全地明白聖經的教導 其實我們就要從舊約到新約 將聖經關於這個主題不同的經文 我們抽出來慢慢誓汗 這樣我們才知道聖經對財富其實是說什麼 這個讀經的方法是可以很學術的 但是又不表示我們平信徒是不可以掌握的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以主題式去明白聖經的教導到底是什麼 我們這樣全面了解聖經以主題式的方式去讀聖經 我們就會對這個真理的信息有一種了解和把握 因為我們真的可以整傳去看到新約舊約 就這個主題究竟說了什麼 不同聖經的作者的領袖 他們的思考、他們的論述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知道神的啟示其實有多麼豐富 這個其實是幫助我們信徒 如何將我們的信仰和我們日常生活結合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不論什麼主題 可能傳福音或者基督徒的婚姻觀 基督徒的家庭觀等等 只要我們認真去思考經文 我們就可以有根有基地將聖經的原則活用 實踐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 而最重要也是上上提到的 就是我們聽到然後行到 這樣我們的生命就可以經歷從神話與你 那種的轉化和更新 其實很多基督徒經常掛在口邊那句說話 就是說我們可以靠著主的話語 我們天天成長 其實具體去描寫 就是我們在我們一生裡面 我們不斷經歷這個過程 就是說我們先理解神的話語 然後活用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不斷經歷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的屬靈生命 就會慢慢一點一滴 一步一步去成長 這是我們屬靈生命會長大的一個過程 是要表現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而我們有一個特定的主題去思考 就是一個方向去前進 一個人其實是不是屬靈呢? 就是看看你對這份信仰其實有多麼的衛生 今天我們看的經文是針言八章十七到二十一節 我今天沒有預備充電 所以弟兄姊妹可能要打開你的聖經 或者打開你的手機 因為我會用到八章某一些的經文 這段的經文作為舊約對財富的一個總結 因為下一次有新約的聖經 針言對錢和財富的形容 其實也是挺正面的 甚至有時候我們想 是不是一些有錢人寫的呢? 他們所寫的東西 好像說只要你愛主、只要你尋求主 你就可以得到一切的財富和尊榮 就這樣看好像有點離地 我們要怎樣去準確的去理解 以及應用這段的經文 我們首先看一看整個第八章的文章 又或者我們觀察一下 第八章十七到二十一節 今天我們看這段的經文有什麼特別 一看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就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幾節經文裡面 每一節都有一個我字呢? 這個我究竟是指出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針言八章一到三節 那裡說 智慧起不呼喚 聰明起不揚聲 他站立在十字路口 在道旁高處的頂上 在城門旁、城門口、入口處 他呼喚 這個是第八章的起始部分 說明這一章裡面 要說話的其實是智慧 這個就是鎮言一個寫作的特色 就是智慧在不斷的呼喚 叫人去聽它、去尋找它 而智慧就好像一個人一樣 在人群當中去呼喚大家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以人的寫作手法 就是說智慧就是這段經文的主角 智慧是用第一人稱的我去說話 然後我們再看八章四節 那裡說人我呼喚你們 我向世人揚聲 然後鎮言八章十二節 當然是清楚地說 我智慧以靈巧為居所 又尋得知識和謀略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我就是智慧 他就像一位教師一樣 他去揭示自己 我就是智慧 在我裏面有真理、有知識、有謀略 更加是有我們今天的經文 看得到那個尊榮和附足 所以今天的經文第一節 第十七節 八章十七節叫做 愛我的我也愛他 陳切尋求我的必尋見 這個我就是指導智慧 以至於整個八章十七到二十一節 我們今天主席幫我們讀的經文 每一節出現的我 其實都是指導智慧 他在不斷地說 在我裏面有些什麼 並且要求每一個聽眾 要尋找他、要愛智慧 因為當中有很多從神而利的美好和美善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我就是指導智慧 那針言裏面論讀的智慧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可能經常困擾我們 因為每逢我們讀針言的時候 你可能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針言上上提到智慧是很好的 但是要真正去明白和掌握什麼是智慧 它又好像不是很實在 更加很難用一兩句話去掌握什麼是智慧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因為針言描寫的智慧 其實它是很多方面的 作者就是特意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寫作手法 去描寫這個智慧 帶出智慧的多姿多彩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就是這個智慧是出於神 當中有神所賜一切的美善和豐富 針言形容智慧 其實就好像它將日光化成彩虹那樣 將智慧的光輝展開出來 原來我們可以知道智慧的美好和豐富的內容是什麼 針言中的智慧 可以是憤悔 也是佔了它們內容最大的一部分 就是神的戒命和律例 是我們必須要下我們的精神、功夫、時間去學習的東西 所以猶太人的傳統就是我們要學習妥拉 就是律法書裡面的教導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著神的智慧 就是這個意思 而智慧同時有一種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廖昂紀上》三章九節 當所羅門求神賜下屬天的智慧給祂的時候 祂也是這麼說的 祂說,所以求你賜博人善於了解的心 可以判斷你的白性 辨別是非 不然誰能判斷你這麼多的白性呢? 所以得著智慧 就可以得著一個明辨是非的心思和能力 而智慧同時當然是代表著一切關於神的知識和學問 是認識神的一個途徑 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描述 因為智慧這個詞的語意十分廣闊 所以有些基督徒的傳統理解更加直接說 其實在耶穌基督在世的言行和憤悔裡面 就是這個智慧最具體、最鮮明的一個表達和應用 因為我們學將基督實踐著神的智慧 這樣去表達其實也是很合理 所以針延中的智慧 其實就像你玩一個扭計式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小朋友看到的 不同顏色的一個正方形 可能初期你會覺得眼花撩亂 但是你只要認真慢慢去解讀 你就會發現當中的精彩 當然轉到有一面是同色同圖案的時候 你就會感到十分喜悅 這就是針延智慧的一個特點 所以弟兄姊妹 這一段經文的我 是指導神的智慧 這是我們首先要知道和明白的 在祂裡面 我們生命裡面所需要的一切美善美德都有了 從神而來的美善美德 就在神的智慧裡面 這樣我們就會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得了這個智慧之後 我們要怎樣去回應呢? 經文是很直接地教導我們 我們要愛智慧 去尋找這個智慧 所以第17節說 愛我的,我也愛他 懇切尋求我的,必尋見 這裡短短的一句 其實已經是兩組的行動 對我們自身的行動的要求就是 有兩個動詞 就是說我們要愛和懇切尋求 我們要有愛智慧這個行動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聖經裡面的愛 其實是一個行動來的 在聖經裡面描寫愛並不是形容一種心態 或者你很有一夥的愛心 而是一個實際的行動 我們要愛智慧 並且要狠切地尋求智慧 狠切的意思就是我們要盡心盡力的意思 我們要有執著的精神去尋找,很狠切地尋求這個從神而來的智慧 而如果這樣做,我們就會看到另一組的回應 就是智慧會正面地回應那些尋求他的人 智慧會以愛的行動去回應那些愛他的人 並且保證,狠切尋求他的人就會尋找到他 這就是互相配合的一個關係 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所羅門王 至少我們知道他在他早年做以色列王的時候 他還沒被那些世俗的事情沾染他的心靈的時候 他真的有心、有實際的行動去愛和尋找神 尋找神的智慧 所以上帝很喜悅他,並且愛他 主動去回應這一位愛智慧、尋求智慧的王 而王紀相三章十到十世節 上帝是這樣回應 所羅門因爲求這事就蒙主喜悅 上帝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受、求福 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聖命 只求能明辨,可以聽訴訟 既然我會照你的話去做 既然我會賜你智慧和明辨的心 在你以前沒有人像你 在你以後也沒有人興起像你這樣 你沒有求的,我都賜給你 就是富足尊榮 使你在世一切的日子 列王中沒有一個能可以給你 你若遵行我的道,謹守我的律例、戒命 正如你父親大衛所行的,我必賜你長壽 這就是神與所羅門王之間的互動 就是十七節所表達的 人與智慧那種相互的關係 而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我們要愛 狠切地尋求 就是我們要盡力 竭而不捨,不放棄,去愛神 去愛神的智慧 這是我們面對神的智慧的時候 我們要有的行動 就是愛尋求和尋找 在這裡分享一個可能不是很貼節的例子 我和現在我的太太Tracy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小小的秘密 就是我在教會認識他 和他做朋友,做好朋友 到真正拍拖 我前前後後 這麼多年來 其實平時暗示了七次 才真正追到手 他才答應和我拍拖 當中的過程又漫長又痛苦了 但是我自己學習到的功課就是 在當中就知道什麼是愛和狠切的尋求 就是說你認定那件事是你所愛的 你就會盡力不放棄地去追尋 當然當中一定有神的准許 他說他最後一次 就是我表白的時候 應該就是神遮住了他的眼睛 讓他看不到我的缺點 所以他才傻傻傻地答應我 所以我都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放棄的人 其實全福音都是一樣的 我們要有一個不放棄的精神 所以如果你有微信的朋友 你跟他說了很多年都好像微信那樣 其實我也歡迎鼓勵大家不要放棄 甚至可以找我們一起去幫忙 我們相信 只要有辦法約他出來坐下來談一談 凡事都有可能 但是我今天引起一個小小的例子 可能不是太恰當 但是我想說的是 這個例子是希望大家去明白 什麼是真正的愛和狠切去尋找 也都是期望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用這個態度 去愛我們的神 愛神給我們的智慧 我們去一生尋求他的知識和謀略 因為我們知道 在他的智慧裡面 是有我們人生命裡面最重要 以及最美善的美德 並且尋找智慧這裡所說 不同的追女子 是不難的 是很容易去達到 因為神是說明 只要你尋求祂 祂就會回應你 祂對尋求祂的人 那扇門永遠都是開著 永遠都是歡迎的 這裡說 愛我的,我也愛他 懇切尋求我的,必尋見 耶穌也是這樣說的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門 尋找就找到了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這是馬達芬七章七節 耶穌的一段講述 所以弟兄姊妹 關鍵是在乎 我們是不是願意真心去愛自慧 真心去尋找自慧 只要我們立定心智 我們相信神是必會為我們開路 而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智慧究竟在哪裡呢? 當我們在一夥尋找祂的心的時候 究竟智慧在哪裡呢? 這個問題是引導我們去尋找智慧 並且我們會得著智慧 以至於可以承受從智慧而來的風聲 當智慧呼籲人去尋求祂之後 智慧就說 依靠祂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有財富和尊榮 在十八節那裡說 財富和尊榮在我 恆久的財保和繁榮也在我 而這個論道的財富 他跟我們世俗所追求的有錢的價值觀 是很不同的 智慧不是叫你只看著物質和財富 因為他沒有說他在財富裡面 而且在他裡面的資財 必須是正當和公義的 因為十八節下半 《繁榮》這個字其實原文是有公義的意思 可以理解為永恆和公義之財 因此這一節其實我比較喜歡呂鎮忠的翻譯 他說 恆久的富裕和正分的財保都在於我 正分的意思就是正當的財保 這裡明顯是表示 他的財富是公義的 然後他再進一步在十九節 有一個比喻去改變我們的眼光 他說我的果實勝過金子 長如純金 我的出產是超乎上損的銀子 就是說 在我裡面的金錢 這一切的金子、銀子 其實都不能勝過我裡面的果實 我裡面的果實 就是智慧內在的美德 這些美德是勝過一切的金子和銀子 然後在二十節 他終於都說智慧在哪裡 他說智慧在公義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這個就是神的智慧藏身的地方 所以錢財只是尋找智慧 神額外的賜福 但是智慧卻在公平和公義當中 這個才是智慧之道 也是說真正愛神的智慧 真正尋找神的人 他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活出這個公平和公義 這個才是首要 財富只是額外的家天 真然並沒有說 有財富的人就是有神的智慧 神就一定喜悅那些財富和成功的人 我們在聖經裡想得到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阿伯拉罕這個家庭 上帝是似他有財富 但是除了是因為他對上帝 有一副堅固的信心之外 更重要是阿伯拉罕的一生 他也是在神面前行出的義行 阿伯拉罕的一生 都是有一種公平和公義的道上行 的一個人 這個就是成為了他是一個尋找智慧之道的人 的一個名證 而阿伯拉罕的後裔約瑟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很有權力的人 他是法老的宰相 但是他的一生都是行正義 並且他靠著上帝的話語 他是勝過許多的試探和誘惑 這個就是成為了他尋得智慧之道的一個人 一個名證 而上帝也額外賜他有一個財富和尊榮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今年的教導 是要我們有智慧去活出我們自己的生命 而這個智慧是出於神的 我們要愛神的智慧 尋求這一份福分 並且我們看得到神的智慧不是給少數的人 不是給一些所謂成功的人才配得擁有 而是只要我們立定心志去尋求 神就會回應 而且我們要怎樣去有智慧去運用我們的財富 不論是針言 和我們志填所採 關於舊約的經文 其實都是離不開 我們要行在公平和正直的道路上 這個才是我們首要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公平和沒有公義 我們很難會說那種的封信是出於神 然後我們要常常謹記 神窮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都不是出著上帝的助索 很多時候是因為制度上 和人的迫害、迫達所致 而另外財富也不一定是上帝賜福的記號 一個人是否行在神的道路上 品格措手和公義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今天這段經文提醒我們 智慧在公義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道上走 另外我們要知道在世上 就算我們好像很難去實踐完全的公平和正義 但是一個屬神的人 一個真是有心尋求智慧的人 我們至少去懂得 每天去追求 追求一種品格和屬靈的生命 最後我用一個見證和一個故事 作為今天講到的結束 在我預備一篇講章的時候 在參考書 就看到一個這樣的見證和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人物很吸引我 以前可能看完就算了 但是一看到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 就突然間有點親切感和共鳴 因為這個見證發生在德州的布林 然後我搜尋一下 原來是很接近我們的 四十多分鐘車就到了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聖經學者 叫做韋德琳頓的分享 他首先說的是 他的命題就是說 退休這個詞在世俗的領域裡的意思 通常是不適宜來形容那些 依然健康和毀身的基督徒 就是說 世俗的退休的觀念可能就是 你什麼都不用做 用錢去吃、去玩、用餘下的人生去盡情享受 這個觀念 是不適用於在毀身事主的基督徒身上 所以基督徒可能就是沒有退休這個觀念 我想他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 他就分享他兩位住在德州的朋友 他怎樣做 他們就住在德州的布林 他們經過很多年在石油工業工作 我知道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是做這行的 他的朋友叫阿波 他就儲存了足夠的錢 決定定期奉獻在不同的事工項目之上 而他的妻子就有智慧地用這些錢 就可以自由地參與教這個服事 最後就安納成為一個牧師 也都可以很有智慧地去服事他的教會群體 當中的詳情不去交代 但是總意的是 基督徒要有智慧地運用金錢 我們所選擇的地方 就應該是在我們教會的事工那裡 先是首頁 並且他鼓勵不是一兩個人要這樣做 而是應該鼓勵身邊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要這樣去投入 這樣去衛生 他說 假如我們不用再為生計去煩惱 就應該將你餘下的生命 衛生在侍奉的工作上 然後 韋迪領頓繼續說 假如有更多好像他這樣的基督徒 少一些類似 可能駕駛著一架很耗油的RV 或者在汽車的防撞欄上寫著 我們正在這裡花錢 這樣的貼紙 少一些這樣的人就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住在德州這麼多年 有沒有見過這麼出位的行為 就是說在車上貼著 我正在洗我兒女的遺產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作為一個愛智慧 愛神的基督徒 聖經的教導是很清楚的 問題是我們對基督的愛 是不是真的付諸行動 我們是不是可以效法 這兩位住在Woodland 可以說是我們街坊的朋友 有智慧地運用金錢 在侍奉上 這就是我們最值得深思的事情 教會裡面有很多的需要 是因為 仍然有很多未收的莊架 仍然是需要我們弟兄姊妹一同出去 回應上帝的呼召 我們靈頓和他朋友的例子 並不只是針對退休一群人 因為可能他的年紀已經有那麼多 所以他的朋友都已經退休了 他用這個例子其實是鼓勵 每一個人 每一個真正愛主尋求主的弟兄姊妹 我們都要想一想 自己的金錢 上帝賜給我們的豐富 我們要怎麼有智慧地運動 他分享是希望我們一個群體 是我們的見證彼此鼓勵 特別是我們活得豐盛的信徒 我們應該怎麼去有智慧 用我們的金錢 這是我今天分享的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祈禱 七位恩主多謝你 你賜我們有一個平靜安穩的生活 這是我們確實感受得到的 你讓我們在德州裡 我們在這個地方 雖然我們生命裡有時候也有風風雨雨 但是主你總是賜我們有一份的豐富和公聖 主要求你在今天 你的聖靈向我們說話 原來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主你賜一些的豐盛和豐富給我們 究竟要我們去做些什麼 究竟要我們 你賜一些的金錢和財富給我們 是要我們在什麼方向那裡維生 求主你的聖靈親自向我們說話 感動我們 讓我們有一夥愛你 尋求你的心 並且我們知道 如何運用你賜給我們的東西 並且我們知道 如何回應你的呼召 主日求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聽道而行道 多謝主你給我們今天 我們一同有看聖經的時間 我們感恩祈禱 奉耶穌基督得聖之名普告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